因為我剛看大家都是用鍵盤嘛 但是我這邊就用這個 我們互動區這邊的按鈕來做好了 好不好 那我們比如說按按鈕1 我就來播放哪一個音樂 你看這邊點了按鈕1 我們做哪一個事情 一樣就把它丟進來 你就把它丟進來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呢我就單純一點 這個我把它拿掉了 整個丟掉齁 我們就來這邊 播放一個指定的音樂 1 2 3 那機木可不可以用複製的 可以對不對 2 好再複製一個3 所以你可以先確認一下 先確認一下 我們這樣Play看看 按鈕1 不好意思 只有我聽得到 真的有聲音齁 這邊真的有聲音齁 對對對 這樣OK嗎 所以你也可以用這個 那剛剛如果你不想用這個 剛剛有同學玩的 我還是這裡講鍵盤有沒有 但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用鍵盤 就是你現在的鍵盤 你要先有什麼 先有一個偵測的這個機木喔 你要先有一個偵測的機木 才可以把按哪一個按鍵的時候放進來 像這樣你看 老師做一次給你看 有沒有 我先放進來 然後你要按哪一個按鈕喔 鍵盤上的這個 你去找一下看你是按哪一個按鍵 那按了之後呢 比如說我們剛剛一樣 我就用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不用 有沒有 我就來執行這個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 你如果要用鍵盤的 你可以像這樣 那這樣子我們就有一些 互動的東西進來了 OK那就給各位自己玩看看喔 好不好